这是什么 是一个道理吗 对吧 一个道理 也是从 也是从 这边呢 也是从这样子过来 OK 然后这边呢 这样上去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然后呢 你把它接 这个就是 然后树干呢 还有的时候呢 它需要什么 它需要 宽一点 这个是枝子 这是粗的枝子 有的时候树干 它要两种 两笔来形成 它比较粗一点 OK 那这样 你这样画好以后 你可以加上去 变成两笔 那就变成 比较粗的树干 这样意思懂 那一样的意思 右边枝子怎么样 右边枝子怎么样 油什么 由下而上 右边枝子 由下而上 对不对 左边枝子 左边枝子嘛 由上而下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这样子就是 这样子就是树了 树的 刚才是最小的 现在中一点 那么现在再来一个 比较更大一点的 那需要用双勾的 需要用双勾的 线条不要太长 稍微短一点 但是要有什么 要有什么 要有顿挫 要有什么 要有转折 OK 有的时候有 有时候有什么 有根 老树有根 这就是树的 春法 很多了 有的 有的是 树有的是这样春的 有的是这样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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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样的树表皮不一样 OK 那我们现在是最简单的树 就是这样子画法 然后你需要加 加这个 一样意思嘛 刚刚就接上去嘛 对不对 这个就接上去了 OK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一棵树就出来了 然后你这边 OK 你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 加这个 再加 这个 就是一棵树出来 当然树 你画的时候 需要有姿态 你不要都是 不要都是 一个直的 有的时候松树 是可以这样子的 OK OK 松树是可以这样子 有些有些树是很直的 像红木啊 块木 都是很直的 但是通常的树 它需要有一点点 姿态 所以你画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点姿态 那这样子的姿态 一出来 会不会 这样子树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跟那个平常的树很不一样 会不会这样子 那有 有直 有稍微直一点的 有什么 有弯曲一点的 所以不要每一棵树都是直的 直的 要是有重树在一起的话 你就需要有什么 有曲线的 有直的 有斜的 要有点变化 那他们都学过 我们以后再学 那今天呢 就先把这个树 你们先把树盖画起来 待会儿 再教你们画树叶子的画法 树叶子的画法 树叶子的画法 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一棵树 就是一棵树了 这是画梅花吗 不是梅花 这样子一棵树出来了 就是你 你画了树盖 树枝加上叶子 一棵树就出来 一棵树再配 这一堆的石头 嗯